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黑衣蒙面暴徒17日开始聚集在校内,与警方对峙,他们点燃了红砍大桥,又疯狂地用燃烧瓶袭击了警方的武装装甲车。 有报道称,暴徒们投出了上千枚汽油弹,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香港警方突然化了打法,在警告所有无关人员立即撤离学校之后,他们只为不公,出来一个,抓一个,有正规记者证明的除外。 梦中捉鳖,只等投降。 这让黑衣暴徒们疾疯了。 香港警方17日发布警告称,理工大学一带的暴力行为已达到暴乱程度,任何留守并协助暴徒的人都可能犯暴动罪。 到当天晚上8点多,警方完成部署,彻底控制了香港理工大学的所有出入口。 所有人只能从警方指定的外门出去,警车就在门口。 18日凌晨3点半,警方再发声明要求所有人离开。 黑衣蒙面的暴徒,不听警方劝阻的热心市民,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记者被围困在校内。 他们继续疯狂地用各种致命武器攻击警察。 还威胁要使用化学杀伤性武器,警方随后表示,示威者如果再继续用汽油弹、弓箭、汽车或任何致命武器袭警,警方有可能选择实弹还击。 不久后,理工大内的暴徒就开始哀嚎遍野。 从17日夜间到18日,他们开始四处求援。 比如,有人发帖称自己打电话找了英国驻港领事馆,对方直接把电话转到了伦敦办事处。 发帖人说自己在电话里表明自己是英国海外公民护照持有者,其实就是二等公民证,希望得到英国的领事保护。 然而,得到的回复是,请直接联系香港办事处,并根据香港法律解决问题。 发帖的暴徒开始觉得,原因可能是我英语太差,但后来越想越气,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两坨石,英国也是一坨石。 最后还是要求助美国才行,还真有人信。 不少暴徒在网上呼吁,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前来营救,甚至有暴徒喊话说,有美国参议员在校内,警方使用武力要小心点。 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不少美国参议员就连香港究竟在世界地图的哪个位置都不太搞得清楚。 还有人给蔡英文写信,希望蔡英文帮他们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 你没看错,他们说希望蔡英文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 还有人在网上发视频说自己不是恐怖分子,不想坐牢,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还有一男一女,爬上地铁天台,高呼口号,很悲壮。 但尴尬的是,喊完口号后,他们下不来了,尽管天台离地面只有两三米,最后他们是被警察叔叔抱下来的。 暴徒们在18日凌晨几次试图逃跑突围,但是都没有成功。 他们在网上发出很多求救帖,比如希望市民给他们送食物和各种补给, 但是周围的路都被自己给堵上了。 他们又说用无人机空头也行,还威胁,说到18日零点就会有几万人前来支援。 然而18日都快过完了,只来熙熙落落的百余人。 很多人在网上表示声援的人,第二天老老实实上班去了。 急疯了的暴徒们,盼援军盼的眼睛都直了,有人威胁说,不来救我,我就自杀。 还有人威胁泛民议员,如果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投票给建制派。 理工大场外也并没有闲着,有几个泛民议员和牧师急急忙忙赶往一线, 试图和警方谈判,被警方严厉警告后,他们选择明哲保身,退而打悲情牌。 其中一人转过头对着记者的镜头说,犯了罚肯定要受到惩罚,希望警察逮捕的时候温柔一点。 理工大的一个笑董也跳出来为暴徒开脱,说着说着还面对镜头哭了,但是哭了半天也没挤出眼泪。 此刻远在美国的罗冠聪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玩手机,动动手指发个帖,让暴徒们继续撑住。 18日,少数暴徒仍在富裕顽抗,警方依然对理工大只为不公,警方实弹装备开始登场,实在大快人心。 警方请目前仍留在理大的人停止使用暴力并出来投降。 被困的暴徒内部开始出现分歧,有人想出去,有人想留下。 我们已给予暴徒充分时间和警告,让其离开校园,但有些暴徒坚持留在校园范围内。 在这种情况下,警方开始采取行动。 警方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警方共拘捕154人,其中103名男性,51名女性,年龄在13到54岁之间。 更令人鼓舞的是,香港警队19日即将迎来新的一哥,那就是现任警务处副处长,警队2号人物邓炳强。 他被外界称为香港警队的强硬派人物。 邓炳强曾于内地和海外多所学院受训,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英国皇家国防学院,以及国家行政学院。 暴徒和黄思们对邓炳强不仅不陌生,还感到一些恐惧。 因为在2014年非法战争期间,他就强力处置过违法事件,在反修例风波中,他也一直处于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工作状态。 有媒体说,邓炳强上任,示威者从18层地狱到第19层地狱。 在过去这些日子里,维护秩序的警察被疯狂攻击,仅仅因为表达了爱国,就被火烧,至今生命垂危的礼薄。 无辜的清洁工罗伯被暴徒们砸中后,不幸去世,警方的克制被他们视为软弱。 他们一步步升级自己手中的武器,越来越疯狂地发泄。 他们中大多数是年轻人,行动敏捷但思维上却仍停留在巨婴阶段。 他们口口声声喊着被港府所逼,因为港府没有回应他们所谓的五大诉求。 而德国之声的主持人在采访一名学生代表时,忍不住说, 港府事实上回应了,他只是没有答应你们的诉求而已。 学生代表张口结舌,他们也不愿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只是因为不想坐牢。 如果将来有一天,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给别人当了炮灰, 剩下的只有苍仪,又会作何感受? 18日当天,暴徒至少三度尝试突围逃亡,都逃不出警方防线。 多人被捕,还有大批暴徒排队自首。 随着冲突演变成垃圾站, 李大校园内开始缺水、缺粮、满地垃圾, 卫生情况恶化,有暴徒不甘被警方围城, 昨日最少三度冲出校园。 向周边四散逃亡被警方围堵, 多人逃跑不及,最终被警方制服。 暴徒为了逃离,甚至在李大通往第八校区横跨七弦道的天桥, 用绳子调运的方法,调人到地面逃亡。 其后警方赶到,部分人被捕。 警方表示,昨日上午于尖东摩地道77号外拘捕80名男子、 20名女子,全部涉嫌参与暴动。 港媒称,李大校园内一片狼藉, 大量食用过的棉花、口罩及消毒药水瓶散满一地。 厕所内亦污迹处处, 暴徒准备的大量瓶装水以及干粮。 截至昨日接近耗尽,校园内的餐厅及体育馆有不少暴徒席地而睡, 场面有如难民营,卫生不断恶化,眼见校园难以继续守下去。 暴徒昨日最少三度尝试向校园外突围,但逃不出警方包围网。 首次突围发生于18日早约80,数十名暴徒从校园正门离开, 有人被警方兜结,有人则窜回学校。 18日中午12时15分,暴徒在尝试突围由校园正门沿七闲道南向加市居道天桥方向狂奔, 遇上警方水炮车,部分暴徒跑回学校方向躲避, 但校园正门附近被堵,他们需绕路并翻过比成年人高的铁丝网才能返回校园。 18日中午1点半,数百名暴徒第三度向校外逃亡, 他们由校园正门跑向对面的科学管道,警方立即射催泪弹阻截, 暴徒转身跑上,畅运道天桥再受阻截,随即跑下桥, 经康泰境逃向红碎巴士站方向,被防暴警察包围, 有暴徒与警察在地上扭打,最终被按在地上制服, 警员在现场带走多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9日表示, 截止今早有600人以自首方式平静、安全离开香港理工大学, 当中有200人是未成年,仍有近百人留守在理大内。 林郑月娥呼吁他们主动自首,尽快离开。 据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理工大学校园连日发生激战, 校园内仍有暴徒留守。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9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 过去一周大批暴徒在香港堵路,令香港社会混乱。 有校长表示,校园全面失守,形容大学校园变成冰工厂, 有大量汽油弹,情况十分严重。 林郑月娥说,占领校园的人士有很多, 不是校内学生,甚至只有少部分是学生,情况严重。 林郑月娥提到,红岁被破坏已于两星期, 警方采取行动是要拘捕暴徒。 他这两天曾与新上任的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商讨事件处理。 他表示,要求警方处理事件上要守两个重要原则。 第一,是非常希望和平解决这件事, 呼吁留守礼大的人不使用暴力离开礼大,便可和平处理事件。 第二,会以人道方法处理两批示威者。 对于受伤人士,警方会安排他们入院接受治疗,随后再跟进。 另一类是未成年人士的处理,亦会以人道方法处理。 他强调,只要示威者有需离开,警方登记后, 他们可以安全离开,但会保留追究可能。 特区政府强调,要做到这两个原则,需要校内人士配合。 只要他们主动自首,一定不会受到武力对待。 根据警方估计,留守礼大内的暴徒仍有近百人, 林郑月娥呼吁他们尽快离开。 又指现时仍有十多位校长等在校园内,协助和游说他们离开。 港警西九龙总区指挥官卓孝叶18日曾坚决表态, 呼吁李大内的暴徒立即出来投降。 除了投降,没有其他选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我们下期见。